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IEM雪莉大賽即將在10月16日舉行 身為第一個落實CS2的線下S級的賽事 可說是受到了相當大的關注 由於CS2是一款才在9月27日正式上線的一款新遊戲 它在競技的賽制上、道具的使用上 甚至就連最基本的射擊、移動的計算方式 都跟前一代的CSGO有不小的落差 就在不久之前 不少即將出戰雪莉大賽的隊伍 都還在參加著CSGO的賽事 BLAST Premier的秋季賽事也才剛剛落幕 這麼短時間內的轉變 對職業戰隊和選手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適應和準備 也將會是成為這個賽事的一大看點 那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次的雪莉大賽 跟CSGO的一些問題吧 有種不同組合的遊玩方式 你可以挑選您感興趣的箱子 並且你也能將開到卻不想要的造型去做升級 也能夠邀請好友一起開箱對戰遊玩 甚至全拿 對於贏到的造型點擊領取後 若機器人物評估中有對應的造型的話 馬上就能夠領取 請務必斟酌自行財務狀況切勿上頭 廣告結束正片即將開始 雪莉大賽對我來說 一直是我最喜歡的一場賽事 過去在一起前每次到了雪莉 總是會看到世界上最有趣的一群CS觀眾們 支持著當時還算是貼腕的地主牛仔隊 各式各樣的高耍情節都會在觀眾席上演 頭上疊著幾十盒的披薩盒 或者會看到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隻鞋子 甚至還用它裝酒一杯乾 可以看到全場觀眾都在呼喊著 Ozzy Ozzy Ozzy的吶喊 或者是跟袋鼠在場內對打的情節 都會讓人覺得場上或者是場下都相當的精彩 所以這次是即2019年後 久違的又回到了雪莉 對此我真的是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跟著Live直播感受一下澳洲人的熱情 回歸正題我們來聊聊CS2 跟CSGO在職業賽場上的差別 過去我做過不少有關CS2的更新影片 涉及的層面蠻廣的 從每樣道具的改變 到Subtick系統影響到射擊體驗的問題 這些種種的因素其實都會在賽場上顯現 而我自己認為最大的差異 就會在戰隊戰術上的呈現 會有相當大的差別 主要是因為CS2新增了不少元素 例如煙霧彈的時長延長增加到了20秒鐘 或者是手雷可以直接將煙霧炸飛 各式各樣的手雷道具來加強 光是投植物就可以玩出很多的新花樣 各邊提到現在空氣牆的移除 我已經是迫不期待地想看各大戰隊 是如何橫跨包點去支援隊友 以及各式意想不到的手雷瞄準點位了 當然啦FPS的本質還是瞄準跟射擊 但只是從那次投植物可以丟出來的更新之後 逐漸地會發現到CS是有朝著更多元 更講求團隊合作的方向去前進的 一人單打獨鬥的英雄主義已經快要行不通了 而這種團隊配合到了職業賽場上一定會直接上升一整個維度 所以我才會這麼期待地看到本次的雪梨大賽中各大戰隊的表現 另外還有MR12的全新賽制 我自己這段時間玩二代下來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減少了坐牢的時間也加快了整體的節奏 就遊戲經濟上而言 雖然是嚴謬旧版本的MR15的經濟 但好像也沒有那麼大的不適應感 但搬到職業賽場上來看 首強局對比賽勝負的吃重這一點 我看依舊是沒有改變 B社近期好像也沒有想要對遊戲經濟的系統去做調整 一定會有相當多的變數 會有很多黑馬隊伍爆冷的畫面出現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 所以這次就來體驗一下MR12的觀賽感受是如何吧 講了不少正面的話 現在還是得面對現實 來看看CS2究竟還缺乏著什麼 就先避論很多人認為CS2是相較於前代CSGO的一個閹割版本而已 少了相當多的遊戲內容 不完全的競技地圖吃 沒有了裝備競賽 沒有了大逃殺 128TICS的伺服器遙遙無奇 社群伺服器也是無法體驗的 反作弊系統 人不見成效 這些都是玩家們的怨言 但若拉到職業競技上呢 其實問題依舊很多 從各位玩家多數習慣的指令無法使用 像是切換左右手 調整持槍視角 以及BOB指令這些都是無法做調整的 還有地圖上層出不窮至今尚未修復的各類BUG 最近我才又刷到了一個乘坐師龍風跳的教學 這個能夠像搭雲梯車的敵人方式 如果出現在了雪梨大賽 是想要重新上演一次Olof Boost是嗎? 在小鎮這張圖還有一丟出就能夠順爆的閃光彈 這些都是會破壞遊戲平衡的一些問題啊 再講更多一些遊戲上的大問題 最近才被玩家發現 其實人物的Hitbox跟我們實際看到的人物建模 在很多情況下都會是分離的 左右橫拉的時候是會發現Hitbox骨肉分離的狀態 只能希望V射可以盡早修復這個問題了 而Subtick的問題 我認為全部的玩家都是處於相同的起跑線 只能說更早適應的人就會有優勢 壓強所帶來的不協調感 可能會讓更多玩家去選擇使用點射 而較難看到壓強移轉這種多殺的鏡頭了 雖然目前有網友發明出去Subtick的射擊或者是移動的方式 但這些是否能夠在職業賽場上應用 可能就還得等大賽說明了 聽到了這麼多問題 會不禁讓人懷疑 CS2是否究竟已經準備好登上職業賽場了呢? 因為說實話 若是實際有遊玩過二代的玩家 就一定會有深刻的感受 CS2是一款尚未成熟的遊戲 連線品質不堪 地圖每天都會被發現不同的新BUG 甚至還會看到很多古怪的人物建模移動的方式 這些都跟我們過去習慣的CSGO是完全不同的 但要知道CSGO是一款不斷優化將近十年的遊戲了 所以請再多給CS2一些耐心跟包容吧 至少它是款願意去改變 去挑戰新的機制 新的玩法 新的戰術的一款十幾年的老遊戲了 一定會面臨到很多挑戰的 而就目前的更新看來 V社都把重心放在了遊戲競技 以及比賽為主的導向了 希望這次的雪梨大賽 依舊能夠帶給我當時在CSGO時期的感動 我也希望有在看我影片的觀眾們 可以一起享受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即時更新的內容 還請按讚訂閱跟留言 而若你有想找人一起聊完CS2的任何資訊 不論造型 賽事或者是更新內容都有對應的專區 每個月都還有固定的抽獎 就趕緊到資訊欄加入比利王Discord吧 那我是比利王 我們下次見 掰掰